这是美方赤裸裸对中方媒体政治打压的右翼例证 将进一步严重干扰中国媒体在美开展正常报道活动 也进一步暴露出美方标榜的所谓新闻和言论自由的虚伪性 我们强烈敦促美方摒弃冷战思维意识形态偏见 立即停止和纠正这种损人不立即的错误做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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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